今天上午在山东昭元528全能神邪教成员杀人案 在山东烟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认为张帆等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还有叫做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但是在今天的庭审现场 张帆却表达出了对此不同的一些看法 我们先去看一下 第一项罪名说 为发展邪教组织成员向他人索料电话号码遭拒绝 即指认他认为恶魔 本意也不是索料电话号码 指认他是恶魔也不是因为遭拒绝而是受到伤害 所以我认为我第一项罪名并不成立 我是正当防卫 我们可以看见 在即便是他已经站在了被告局上 张帆仍然认为他杀害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是一个恶灵 那到底是因为张帆这个人是不悔改 还是说是因为邪教他的毒害太深 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话题 山东省燕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现在开庭 早上八点正式开庭 张帆张立东等五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这也是近三个月来 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张立东是我的父亲 张行是我妹妹 张巧莲是我父亲的女朋友 宇盈春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那么起初说指控认定呢 你们都是全能神教徒 这个对吗 对 当时你打算把这个妇女打到什么程度 打死 打死 为什么要这样打死 为什么要把她打死呢 因为她是恶魔邪灵 因为她是恶魔邪灵 今年五月二十八号晚上九点多 为宣扬邪教发展成员 张帆张立东等六名被告人 在昭远市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内 向受害人吴硕燕索要电话号码 被拒绝后将吴硕燕殴打致死 涉案的六名被告人中的一名未成年人将另案处理 首先进行的是法庭调查阶段 审判长宣布后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张帆 张立东 吕盈春 张行 张巧莲 犯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吕盈春 张帆张立东 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被告人张帆张立东 吕盈春 犯恕罪 应当恕罪并罚 第一项罪名说 为发展邪教组织成员向他人 随着电话号码遭拒绝 即指认他人为恶魔 本意也不是随着电话号码 指认他是恶魔 也不是因为遭拒绝 而是受到伤害 所以我认为我第一项罪名并不成立 我是正当防卫 然后第二项罪名 我也不承认 我早就知道 全能神被国家认定为邪教组织 但是在我了解全能神的教义之后 我认为 我所看到的全能神教义 跟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 并不符合 在今天的法庭上 他们为自己也做了辩护 就是这个时候 李云春说 是他在袭击我 是他在袭击你们 对 就是那个被害人在袭击你们 是吧 我还是很奇怪 他怎么确定的 然后李云春告诉我说 你看他的衣服 我就看到有很明显的异常的气流在鼓动 但是当时没有风 就是李云春告诉你 这个顾客当中有一个人在袭击你们 通过什么方式袭击你们 恶灵 超自然的力量 在袭击你们 然后你也看到了 这个人 这个衣服里有风 异常现象 有异常现象 那个女的这个时候也看我们 然后我就说她是恶魔 然后发生了争执 你当时在说她是恶魔的时候 她能听到吗 能 所以才发生争执 就当面说她是恶魔 对 因此发生争执 对 然后 然后她打电话 说这有神经病 根治了多长时间才打电话 不到一分钟 宣题被告人 起立 庭审结束后将择期宣判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庭审 原告表示放弃附带的民事诉讼部分 我知道这个杀人偿命啊 产门的手段 你也看见了 太惨了 太可怕了 要不说我老婆 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必须有远程 给我老婆一个交代 如果要把民事放在里面的话呢 对刑事的审理 他受影响 这个程序都推进得快了 如果你带了民事 今天就结束不了 也就是说 撤回民事诉讼 专门打刑事诉讼 要求对被告人言诚